温馨提示, 是呀, 我们又讲 TVB 不适合看、不适合听, 不要浪费时间 留言注意试课, 又爆粗又讲政治 玩人身攻击还开名, 全部禁止 每集留言功能两日后关闭 想讲两句, 手法有手慢无 声声不息, 圆满闭幕, 闫银明熙功成身退回香港 前几天看了他在私梳先的 我唱你接长沙片 朋友和我都有同感, 闫银明熙长大了不少 的确, 声声不息前后的闫银明熙 各方面都有明显的改进 初出道时, 很多网民批评他 目口目面没有表情 出席一些广告活动, 笑容也不太多 当时的Gigi 比较小朋友 比较害臭, 时时都好像惊惊惊惊惊 被习惯幕前的工作 情况其实一直改善 直到亮相声声不息 大家可以对比第一场到最后一场 Gigi 在台上的表现慢慢成熟起来 再没有当日真话的清高的紧张 怕失准, 战战兢兢 后台也看到他渐渐融入团队 想内地其他节目的对答都轻松了很多 再看我唱你接长沙片 和工作人员交谈和反应 和最初在电视城的表现 现在更懂得交流和有来有往 娱乐圈是一个急速令人成长的地方 Gigi 短短几个月已经大过不少了 回香港后, 工作接种而来 出席APM 的活动 和JW 亦有线上音乐会 完全没有因为离开香港一段日子有影响 人气不跌反声 而明熙参加声声不息 除了为大家带来多场精彩的表演之外 也解开了大众很多迷团 做了一次测试 到底新一代香港艺人 香港内地之间 可以如何取舍呢? 一个还在球学阶段的艺人 如何平衡工作和学业呢? 离开香港又如何做好呢? 香港艺人面对香港和内地市场 是否只能二选一呢? 透过声声不息 闻名熙和曾比特 告诉大家是可以共存的 当然,这次声声不息是有些例外 因为TVB和内地电视台合作 节目《中港两地》同步播出 虽然在内地舞台演出和拍摄 但香港观众仍仍然如常在电视上可以看到 没有互联网的年代 观众是被动的 电视台播些什么 我们就看些什么 报章杂志报些什么 我们就接收些什么 所以那个年代我们有集体回忆 有了互联网 有了手机 被动的情况减少了 观众变得自主 决定自己看些什么 所以很难再有集体回忆 因为我的手机和你的手机 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前几年 非天爷爷借着一切电台 只是看TVB 所以一首男团的歌 都未听过 上年多听电台 在被动的情况下 听了不少 这就是主动和被动之下的分别 假如TVB没有播声声不适 我有机会没看过 闫明熙和曾比特 这大半年来 在我的世界就不存在 所以传统媒体 仍然有它存在的价值和影响 至少只是看TVB的我 也在电视上看到男团成员打冰奔波 叫爽、叫痛的广告 未来到底可以怎样呢? 以TVB为例 艺人不想工作 在香港没有播出的情况下 怎样令艺人仍然在香港曝光呢? 至少让观众知道 原来他们有什么工作 有兴趣的 就自己上网去搜索看 就好像以前 非天爷爷每一年看《红白》 很多歌星平日听都未听过 就在靠红白认识之后 再去唱片店 买他们的唱片回来听一样 没多久之前 见到Archie的微博 刚刚完成了大陆剧 《暖暖红尘》的拍摄工作 大家一直都担心Archie的去向 为什么突然之间静下来呢? 只知道他回到内地 但有什么工作呢? 资讯不太多 今天总算是清清楚楚有个交代 假如我没有微博 也没有关注Archie其他平台 他在我的世界就消失天与地了 艺人中港两地发展是好事 但如何保持曝光率 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除了自己要努力一些 经营自己的社交平台 公司也要花点心思 公司好艺人好艺人好 艺人好公司好 之前给人的印象就是一去不返 事实不是这样的 看如何安排 至于球学期的艺人如何取得平衡 闫明熙是一个特别的例子 她是声梦传奇的冠军 虽然不是没有选择权 但在情在理 很多事情都不能说不 声声不息是TVB 和内地合作的大型节目 亦是庆祝回归的重头节目之一 公司大举出发重振旗鼓 身为声梦传奇的冠军 不参加声声不息 对公司来说是投资失误 对闫明熙来说更是一大损失 Gigi和公司没办法不费尽心神 如何安排她的工作和上学的时间 因为声梦里面 事实相缺义以自身至爱 慰幸完成 工作上和个人表现上 也得到很高的评价 今年声梦传奇二 也有不少球学期的学员 公司和艺人 应该越来越懂得分配时间的吧? 其实现在的演艺工作 又没可能摆脱中国内地的 刚�形成港电影金像涨 飞天爺爺做一些資料搜集 最佳亞洲華語電影不計算在內 今年 17 套提名電影 至少 14 套都有中國內地資金 剩下 3 套,其中有 2 套 因為太過冷門了 找不到公司資料 連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主席爾東昇 多年來都有不少大陸資金製作 大家都在賺人仔 大家都在用人仔拍所謂的港產片 剛剛看到魔方的一段訪問 看到隔離台的記者 聲稱今年的金像獎由隔離台主辦 我認知,金像獎向來都是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舉辦 再由電視台直播或轉播 這方面的資料希望大家可以幫我補充一下 對上一次,我看香港電影金像獎是何年何月 翻查得獎名單 可能是 2004 年左右 那年有《大隻佬》和《亡不了》 之後只看得獎名單就算了 再後來連得獎名單都沒有留意 有機會由2010年開始 那年有歲月神偷 直到現在 即是連舉辦完了 有哪些電影獎獎 我都沒有留意 我拍攝我是衰仔 我不會因為Made in Hong Kong 就會支持 我只是一個很現實的消費者 好看就看,好聽就聽 就算是 TVB 播放 我都不一定有興趣看 喂喂喂喂,又說 TVB 有沒有其他話要說的? 有,來我另一個頻道 《視者樣的飛天爺爺》 連結就在今集節目結尾的畫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記得訂閱喔 HELLO,我是飛天爺爺 一個寫小說寫專欄的作者 喜歡畫畫、聽歌、看電視、看電視、看電視、高劇 極度需要存在感和金錢的斜光軸 如果大家喜歡我短片的話 不妨訂閱我頻道 然後按這個鈴鐺 下一次更新的話就會通知你 最好幫我分享出去介紹給你的朋友 我們今集的節目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見,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